首先我们谢谢许院长的介绍 也谢谢林长长的邀请 稍微有这个机会到这里边 跟大家介绍 自己在这几年的一点点研究成果 在这一方面 为大家整理的一点点资料 我今天的题目是 生物技术在作物一种上面的应用 事实上我今天会focus在 应用基因中 也就是狭义的生物技术的应用上面的一些解释 来跟大家报告 我们知道这个作物育种的历史非常学 但是从这个遗传学之后 孟德尔建立了这个网咒的遗传系统以后 那我们的作物育种的整个过程 还真正进入到了有理论依据的一个技术 然后一直到了1953年 Schwatson跟Cree 他建立了这个DNA double panics DNA双螺旋的结构以后 那我们的育种 从传统的育种 一直开始进入到了分子生物学的时代 也就是说建立在这个DNA双螺旋的这个育种 这样的一个基础的时代 DNA双螺旋大家都知道 所有的物种都是以这样的遗传构造来做了我们的遗传基础 21世纪号称是生物技术的科技时代 那我们不知道是不是会像这个 对不起 我们的未来是不是像这一张图片所讲的 这样我们的生物技术产业 是建立在这样一个有潜伏的 有潜力的基础上面 这是生物技术的操作 它是建立以这个DNA分子的基础 在这上面所操作的一个生物技术的产业 那什么叫做生物技术呢 Dial就是利用整个生物过程的这样的一个过程的应用 然后这个技术呢Technology呢 就是说利用整个解决 用来解决问题跟生产产品的这样一个技术 所谓生物技术 所以生物技术就是说 利用整个生物生产的过程来解决问题 或是制造新的产品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生物技术 那狭义的或是新的生物技术呢 就是说我们利用现在的生物 跟细胞学或是根子的操作过程 来解决问题或是生产这个产品的 这就是我们新的生物技术 那我们以中文来解释 就是事实上生物技术我们用来有亚已久 就是应用生物的科学 换为包括人为任何人为的操作 在生物上面的操作 来达到控制植物的生长 发育生产或是产生变异的这些技术 都叫做生物技术 但是我今天要讲的狭义的生物技术 狭义这个生物技术是指着利用基因工程 跟基因转移以及等等的分子生物技术 来进行中国品种的改良 以及生产改进的这样的技术 为什么要生物技术呢 我们知道农业首带已生产的最主要是 主带土地水分跟空气 目前世界上的人口已经超过60亿 估计到2050年要超过100亿 那超过100亿到时候我们需要有 目前的2.5倍的栽培面积 才有办法达到这样的粮食生产 满足我们的需要 大家都知道这是不可能的 所以未来粮食危机的问题是可以预见的 因此我们必须要寻求更好的方式 来解决这样的问题 来达到粮食的生产 满足我们的需要 我们知道事实上所有的生物 不管是从微生物、动物、植物 一直到人类 它们所有的遗传组成都是一样 都是DNA 所以基因事实上是无国界 我们在不同的物种里面 它们辨识的遗传基础 它们的遗传密码是相同的 所以在这种基础下面 所有的基因 不管是从哪一种物种来 我们都可以在不同物种里面 拿来做转移、做交换、做操作 如果我们的作物未来可以达到这样子 地下部我们生产的 可以有花生、干薯、马铃薯 任何可以想到的 然后地上部呢 又可以长我们所需要的叶子 可以拿来一张菜吃 生产番茄或是玉米 甚至如果它的浸杆 又可以拿来榨汁、链鸭、像甘蔗一样的、日糖 那这个就是整株利用型的作物 完全没有浪费 我们的收获指数马上至少就可以提高一倍 羊食生产产算就可以减少 减少很大的压力 所以我们希望于生物技术 在未来可以给我们有更大的 在这个羊食生产上面更大的贡献 我们来看一下 生物技术可以给我们 在这几年来 我们从1995年开始 事实上第一个生物技术的产品是在96年上市 从96年开始的时候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传统的农业的种子的生产 是有出到2004年预估的 是有略为下降的趋势 但是生物技术种子的生产 它是有显著的增高 伴随着也就是说生物技术产品的改良 在这上面 进行作物生产所需要的这些化学产品 就刚才讲的这些 不管是杀草剂、杀虫剂、杀性剂 都有减少的趋势 这也就是告诉我们 未来利用生物技术来作为作物生产 或是生产种子 将是一个相当重要的趋势 从1995年到公元2000年的估计来看 在整个全球栽培这个转基因作物的品种 在开花中的开花国家 它可以已经达到将近到今年的估计 我们有一个比较详细的 一个今年的估计是 已经达到了5200万公顷全世界 但是在开花中的国家 它们也逐渐的在增加当中 显然未来这个转基因作物的产品 它会事实上要有很大的增加的趋势 但是其中最主要的是大豆 其次是玉米还有棉花跟肯露娜 就是油菜 以这几种作物为主 我们知道在传统上面的传统的玉种 例如说我们要进行一个花色的玉种 以金花石蒜的花色玉种为例 我们必须要找到不同的花色 但是这又是在同一属里面的不同种 但是利用杂交的方式产生少少的种子 又要受限于这样的不同的花色的种源的切字 我们用这样少少的后带 事实上是很难选择到我们所需要的特定花色 传统的玉种事实上是依赖的是杂交技术 受到杂交技术的影响 我们有比如说我们没有办法 即使有种源 但是它是不同的种 不同的species 但是就有种间杂交的问题存在 受限于这个种源的限制 如果没有办法达到很大的种源 没有这样的颜色 我们也没有办法来创造新的出来 然后杂交的是两个Gino 新本、户本两个Gino的整体的交配 跟它们重组最后的结果 那这个结果是没有办法一起的 那我们也知道 尤其是种间杂交 那它们所产生的后带 那是需要时间 这样长的时间来捡爬、存化、淘汰 最后才能获得一点结果 虽然在1960年代 我们知道我们第一次的绿色革命 是套于这样的杂交所选出来的结果 但是这样的绿色革命 是很难再发生的 因为我们这几年的农业的生产 已经不是借于这种玉种上面的成绩来贡献的 我们从这里从这个图可以看得出来 从1930年开始到2003年就是估计值的 那我们可以知道传统育种 它在这个生产上面的贡献 它是已经趋向于一个平凡的境界了 未来我们必须要在利用什么样的 我们必须要利用新的生物技术中间的 Genomic 就是基因组的技术 利用基因组这些资讯来提供给我们更好的 育种的资讯 育种的选拔来贡献 到这个传统育种上面 我们才有办法来使得我们的育种成果有更显著的进步 因此不管是生物技术 它在对未来的育种上面 它都有极重要的角色 这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套照的 我们如果以2002年为一个界限 在这2002年以前 如果我们的任何的一些育种上面的改性 我们可以说这些都是在农艺性状上面的改性 比如说我们经由选拔提高收入的生产 改良性状 目的都是为了要来提高收入的生产 这些都是在农艺性状上面的选拔 现在我们已经逐渐的从产量的生产上面 性状的改良上面 慢慢的利用这些新的科技 我们已经进入到 我们由这些遗传的这些研究 基因组的研究的结果 我们已经慢慢的累积到了这些informations 可以让我们开始朝向数量性状 这些品质性状的来整体一起考量 多基因性状的这些性状的选拔来考量 从2002年开始 事实上从这个世纪或上世纪末开始 我们已经开始又进入到了另一个城市 也就是说我们是利用我们现在所累积的这些知识 慢慢的我们未来的生产是朝向 未来是永续性的农业生产 这样的生产方式是使得我们的农业能够朝向永续化的经营 也比较有高度的生产力 也更会有生产的效率 那未来我们将进到这个分子育种的时代 分子育种什么叫做分子育种呢 分子育种它就是利用分子的手段 要包谈了几个项目 分子的育种必须要就是要有基因的选择 我们要选择一个改良一个特定的基因 特定的性格 有基因转移的步骤 这个基因呢 这个我们刚才说的 基因可以从各个物种来 不同的物种来 动物植物都可以 维生物也可以 我们每一次呢 我们可以转移一个或数个基因 到一个目标作物上面去改良我们的 不管是一个性格或是多余一个性格 这个结果呢 事实上是被预期的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转移是什么基因 当然它也是需要时间来开发 未来我们如果这样的成果 我们应该称为是基因的革命 也就是DNA的革命 这是我们的未来的育种所要走的路子 如果说应用生物技术在育种上面 我们可以分两个层次来跟大家介绍 首先在育种方面 我们必须要 现在我们已经利用这个 比如说在水道上面 水道上面我们知道基因组已经在今年2002年年底 预计要把整个水道的基因的序列全部解开来 解开以后我们利用这些基因的序列 我们有很多的分子标示 那我们就可以从我们的这些总元库里面 去选拔出来好优良的品种 然后我们进行这个种子的生产 最后我们可以找出来 然后利用这些资料来补助我们的育种 使得我们可以获得更好的品种 加速我们的育种效率 另外在基因组解去以后 我们未来要进到基因功能的时代 因为基因组解去以后 DNA的序列我们就可以给它一个功能 把功能注解出来以后 这些DNA序列不变成基因就可以有用 因为它有功能 未来我们可以根据这些基因的功能 我们可以来开花出新的作物的品种 跟它的特性 甚至利用基因转移的方式 我们可以开花出具有新特性的新品种 甚至直接生产到上市到市场上院 在我实验室里面 我们这是台湖67号的种子 这是草鲁 它是这样的颜色 大家都很清楚 我们利用叠弹化的右边的结果 我们会获得了3000多个图片笔记 这图片笔记 光是这一个种子的颜色 就有这样多的颜色 大家知道这些颜色有的是来自花青素 或是类王瞳素 这些都是抗氧化系 它可以作为健康食品 我们也得到了不同的种子大小 然后也有变品的图片笔记 那这是我们利用旧的技术 我们来开花新的产品 这是未来 我们就是希望利用这些来开花 能够开花出新的产品 来作为基因功能性的研究 我们在这些3000多个图片笔记 我们也发现我们进行水道的盗热病 跟其他的一些病害的筛选 台湾六七号 事实上是不抗盗热病的 但是它的图片笔里面 我们发现有很多的 对盗热病非常抗的图片笔记 这么多的抗的图片笔里面 事实上我们现在要进行的就是说 把不同的抗性基因把它结合起来 到一个品种里面来 因为这些图片笔都是台湾六七号的遗传背景 我们可以比较容易的把它结合在一个品种 增加它的广幅抗性 未来这些图片笔更是用为基因拆选的一个最好的材料 在这些图片笔里面我们也发现 核灰丝事实上是危害血道最严重的害羞 那我们在图片笔里面 我们也发现了 有这个台湾六七号 台湾六七号也对核灰丝不抗 非常改 这两个图片笔 TM-68跟TM-6 它是台湾六七号的图片笔 它是抗核灰丝的 都是单一个显性抗性基因所控制 使得我们就很容易的利用这样的材料 把这一个抗性的基因 转到我们现有的台湾品种里面 现有的良好品种里面 为了提高我们的预统效率 我们建立了一个分子标志补助全手的方式 在幼苗期我们只要剪取这样五公分的页片 然后我们把它放到这小小的 迪心管里面 然后放到我们自己设计出来的一个DNA的粉碎机 这每一个它可以研磨六十四个DNA 然后我们再开发出了一个快速核酸萃取的方法 那只要三个solution 我们在三十分钟内 我们就可以把DNA离心下来 然后把它造出来 然后我们可以把DNA在电影上面跑出来 我们一天可以萃取到两百十六个DNA 那进行PCR的分析 我们就可以进行筛选 我们所要的抗虫的基因 这是抗虫的片段 有这一个片段的它就是抗虫的后绽 没有的它就是对贺费师是极感 但这个利用RAPP的方式 它有很多的其他的band的干扰 如果我们把它抗虫的片段进去以后 我们从里面选出两个 就是Scar Marker Sequence Territory Amplified Region 然后我们选出两个Marker以后 这个两个Prime以后 我们利用PCR 我们可以特意的去增值这个核酸片段 所以我们只要经过一个PCR的反应以后 我们就可以在实验室里面进行基因型的选拔 我们选择这个具有抗虫性的后带 大家可以看到 只有感性的它缺了这个条带 Tin-672它是没有这个基因的 所以原来的抗虫性的选拔 事实上传统的我们是用来拿科威斯来接蟲 接蟲了以后蟲也会生病 它生病也是一样不吃不喝 那它不吃不咬的时候 我们就认为这个蟲 这个植株是抗病的 是抗蟲的 然后你连续种下几代价 你几年的时间都发挥了 结果那是重生病的 所以它来回下来 它不是抗 这是代表型的选拔 但是今天我们利用基因型的选拔 我们刚才跟大家介绍的 我们在一个礼拜里面 你在实验室里面就可以进行筛选 然后基因是不会骗人的 这个叫做分子标志的武术选拔 就是基因型的选拔 又快又选 在实验室就可以做 你也不要看蟲的脸色 又不要畏蟲 所以我们就可以很快的 来加速我们的育种效率 这就是分子生物学 在育种效率上面的应用 另外我举一个Golden Rice 这个黄金蜜的例子 跟大家介绍 黄金蜜大家都 就是最近农业史上的一个 非常重大的突破 所谓黄金蜜 就是因为它的K乳可以生产 具有Beta Keratin 就是胡萝卜素的 所以它成黄色 顾名思义叫黄金蜜 这个小妹妹的眼睛很漂亮 可是她晚上是看不见的 因为她确保维生素A 她有叶黄症 到晚上看不见 维生素A的全虚物 是Beta Keratin 她到人体吃了Beta Keratin以后 她会进入我们的Dioxide 双氧分解奶 把它分解成维生素A 所以生产维生素A 在植物上面是有一个Password 是在番茄上面 我们知道番茄黄素 它就是生产Beta Keratin的全虚物 它有几个重要的基因 如果可以把这个基因 把这个Password 把它在水道里面 去把它分植出来 它就可以生产Beta Keratin 这就是黄金蜜 生产的原理 那怎么样去找这些基因呢 在Depropear 就是黄花水圈里面 它有这样的基因 所以我们就把它 从黄花水圈内找了两个基因 再从Oenia 找了另外一个基因 共同转移到水道里面 然后我们就生产出来 这个是Dr.Info Project 他建立的黄金蜜 黄金蜜 黄金蜜告诉我们什么事呢 就是植物的代谢Metabolic 是可以操作的 就是植物的代谢工程 整个需要就是 要去把基因找出来 进行基因的Crumming 然后设计基因 心有转移的步骤 创造新的作物 这个整个流程 就是像我刚才说的 这是一个隆藏的流程 有了基因以后 事实上基因就像枪一样 子弹里面的枪 基因转移的方式 现在发展的非常快 大家都会说 只要能够把它转移到 植物细胞里面的染色体上面 稳定的迁入 就可以获得一个 遗传种族的新的作物 所以过去几年 我们实验室 也总共的Crumming到了 不管在水稻里面 在大座上面 我们总共用到了 40多个性 早期我们在Crumming的时候 就像钓鱼一样 利用遗传的方法 生物学的方法 我们一次钓一个性 但是现在 在基因体开展以后 我们有了好的知识 我们以后的钓声音 是叫做 高效能基因的选择 就像拖网鱼盘一样 这么一刀 就可以在这个 冷气车里面 用刀的 所以是非常有效率的 新选择的结果 我们就可以来 创造新的 弹底 这就是分子一种 这是第一个转心音的番茄 它是转移一个 以Athelin的抑制的因子 所以它不会产生乙烯 这个番茄呢 就可以永保鲜运 可以从加州一直运到母约 而不变红了 改良马铃薯的 淀粉的成分 使得它不会含油太多 暖冷了以后 不会变硬 热的时候不会太软 这就是品质的改良 也可以改良马铃薯的 抗沙草剂的特性 所以你放心的 抗沙草剂吧 它不会死 甜菜 抗沙草剂的甜菜 它可以 长得又肥又大又好 这也是一个 抗沙草剂的 栽培大豆抗沙草剂的品种呢 它可以提高品质 产量可以增加 关茄如果抗气励性的病害 它也可以得到很好的 所以抗沙草剂 抗细菌性的病害 这些另外在国内 叶锡东叶教授 他的转新抗轮典病毒的木瓜 像黄德昌 黄博士他也介绍了 这是轮典病毒的植株 这是抗性的 转新的植株 你可以看个比较一下 大概可以很快的选择 你要送哪一种 这样的一个结果 棉花一样有很多的害虫 这个抗虫的BT 可以使得我们的菌花开得又长又久 这棉花它如果有了害虫 住了一个以后 这棉花品质就没有 没有商品价值了 转新的BT 它可以有较少的这个 分虫的危害 得到较高的品质 在苹果上面 马铃薯上面 如果有这个Potato ditto 它也一样 无法收成 但是转新的植物 就可以让你 不受到影响 苹果也一样 受到细菌性的危害 它也 这个苹果 根本没有商品价值 大概有没有药 但是我们如果转移一个 Lectic protein 分解蛋白的protein 这个苹果 就可以鲜韵 漂亮 抗virus的proteinic raspberry 也一样 可以有较高的生产 商品价值 这些是抗虫跟抗病的 我们现在可以转移抗 炎的基因到这个番茄 所以你可以把番茄 送在这个海水上面 它生产出来的番茄 也跟生产的番茄差不多 那我们也可以递出 这个耐延性的水道 未来我们水道 就可以在台湖新生地 或是里面更高的栽培 分子育种 我们实验室 在所有几年的发射育种 我们从这个黑色种类的大豆 我们有几个 就是大豆之所以 是因为它的黑色种类里面 包含这么完整的色素成分 有红、橙、蓝、紫 这些成分的 这些基因 这个每一个都是一个基因控制 这几年下来 我们把这个passway的基因 几乎都已经放出来 我们现在只缺了几个 我们现在已经可以开始来 进行这个代谢工程 未来我们可以把这个几个切影 接在一起 我们就可以共同转移到 变成一个基因卡夹 转移到发射里面 故意特定的作物里面 我们生产出我们所需要的 比如说蓝色或是橙色 让它产生不同的发射 为现在我们从农事所以外 我们提供了台中厂、高雄厂、 合园厂、土苗厂 甚至中原院跟林科大 现在正在进行这样的发射基因转移 现在转移的作物有蝴蝶藍、百合、树乎 彩叶雨、火荷跟蓝花 还有菊花 这是我们实验室转移菊花的部分 大家可以看到彩叶雨跟火荷 看来还是缺完 比如说蓝色或是黄色 特定花色 这是我们已经把彩叶雨的 新转移的系统建立出来 这是我们跟走苗厂合作的 未来我们希望能够像Petunia一样 有这么多的花色想录出来 为什么 因为这是在日本的花色 这是蓝色的坎买芯 它的价钱是下面这个三倍 所以如果一个新型的 具有新特性的产品 它应该是有商品价值的 未来这些花色 它不只是会在花卉上面 甚至在蔬菜上面 苹果上面 或是水果上面 它都会有 未来这些转移植出 会慢慢的在商品上面出来 它的安全性 我想这是慢慢的 会被挑战 生物技术的品种 它告诉我们 它可以提高我们的产量 提高产质 高利润 降低生产成本 提高我们的作物的品质 甚至可以新鲜耐厨运等优点 这些抗病抗虫的品种 它又可以减少农药的适用 降低农药的残留 所以应该是一个 具有环保特性的产品 这些生物技术的 也就是遗传风格的品种 我们现在叫做 遗传修士 有几乎就是 Genetically Modified Pro 叫做GM Pro 或是CMO 大家所熟悉的 或是叫做 转基因植物 未来 我们的生物技术 是 提供给我们 一个 新的农业的生产方式 我们希望 我们未来的农业 是会慢慢的 这是提供我们下一个 农业生产的一个 所以 应该可以提高我们的生产 解决我们一些 粮食问题 让我们的农业更有前途 我的报告就到这里 谢谢 所以 发费方面 观赏方面 比较没有 最俗路方面 我想很多的 很多怀疑 你刚才有 那个 那个 道 连种子都不吃 连种子 假如人来吃 就是有 有没有安全上的保育 谢谢 对不起 对 我没有讲得很清楚 刚才那个水稻 从不吃的 那个是又变出来 那是天然的 刚才那个是 途电 那不是转心音的 就是转心音出来 给食物化认识的时候 可以来说 那时候 所以 我们吃了以后 别人从不吃 那更多 一些 食物化认识的食物之后 我们知道 是不是会影响 所以我们讲 很多人都有 这个问题 谢谢 这个问题 可以讨论很久 但是我要跟大家 报告的就是说 这个转心音的东西 我们现在是 慢慢的让它安全化 那事实上 我们是转移进去的 一个外来的蛋白 它可能会有一些 表现出 沙虫的功能 但是目前为止 这些沙虫的功能 比如说我刚才介绍 这个BTC 事实上 在我们的肠里面 它已经被我们分解掉了 它只是对这个 昆虫 它到昆虫的 肠子里面 才会有作用 这个 照理讲 应该是安全的 好 好 好 感谢观看